HELLO 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的影片要分享的是我自己在 學畫畫的過程中 遇過了哪些困難 以及我是怎麼樣去克服這些困難的 那在正片開始之前呢 先來宣傳一下我的新書 iPad 電繪美麗新世界 現在已經出版了 在博客來以及各大書店都買得到 那這本書呢是要教大家用 iPad以及Procreate這個組合 去畫出各式各樣的插畫場景 那在我待會分享的內容之中 有許多我自己喜歡的練習方法 都是有收錄在這本書當中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大概講一下我自己學畫圖的經歷 因為我現在是一個全職的插畫家嘛 所以很多人認識我之後會問我的問題 就是你是學美術的嗎 或是你是念設計的嗎 那我自己呢大學是念美術系的純美術 就是畫很傳統的油畫水彩樹苗這些 那在大學之前呢 我是沒有去念過美術班 就是只有念普通高中 然後考大學的時候有去畫室稍微補習一下 素描啊水彩等等 數科會考的科目這樣子而已 在我高中去畫室學畫畫之前呢 我有印象我小時候在畫圖的時候呢 是非常討厭上色的 因為我覺得上完顏色之後都會把我的圖破壞掉 可能原本線條畫的蠻好看的 一上色就毀掉 所以就乾脆都不上色只有畫線條這樣子 後來才發現呢其實小時候常見的一些上色的工具 像是彩色筆或是那種粉餅水彩這種東西 其實他們真的都是玩具而已 如果要拿來畫圖的話是非常難畫的好的 所以說如果你家的小朋友是有表現出喜歡畫畫 對畫畫有興趣的話呢 我會非常推薦可以帶他去美術社 挑一些好用的畫圖工具 這樣畫起來那個挫折感會減少很多 那除了去找一組好用的手繪工具之外啊 像很多的小朋友很多人開始學畫畫 應該都是直接從iPad 或是直接用電腦的繪圖軟體來開始練習了 那電繪的好處呢就是調色容易很多 你只要在螢幕中看到那個顏色 你畫出來就會是那個顏色 不會因為這個顏料的品質而有落差 那另外在手繪中比較常遇到的 就是調色越魂越濁 或是顏色畫下去之後 就沒有辦法再修改啊等等這樣子的問題呢 在電繪裡面都可以獲得解決 因為你如果畫了不喜歡的顏色 只要擦掉或是刪掉重畫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呢 這邊也分享一個我自己在上色時 最喜歡用的小技巧 就是在上底色這個階段啊 把每一個顏色的塗層都分開 假設說要畫一隻虎斑貓 那我就把這隻虎斑貓的底色咖啡色 還有他白色肚子 還有他深咖啡色的條紋 這些顏色的塗層全部分開 那在依序填完色之後呢 我就可以用調整的這個功能來去做微調 去搭出我覺得更好看的配色 那當你畫面中的物品越多的時候 這個調整的功能就會越實用哦 接下來要講的是我在念美術系的這個時期 遇到的一個最大的瓶頸 那因為我們以前要做非常大量的基本功練習 每天呢就是去看著鏡物 或是看著人物 或是看著風景 然後要試著用素描水彩或是油畫去畫出 跟眼睛看到的東西幾乎一模一樣的圖 就是會一直去練習這種很基本寫實的畫圖的功力 那經過這些大量的練習之後啊 雖然說我的基本功的確是變得比較紮實 但是在創作的部分 我反而忘記要怎麼創作了 因為在我們大四的時候要做壁製嘛 壁製就是要做一個創作的作品 就是要有創意的作品 你不能說去找一些東西放著 然後就直接把它畫出來去教壁製這樣不行 那在這個發想的過程中呢 我就發現我好像已經忘記以前那種拿起織筆 就可以直接開始畫圖的那種感覺 就是變得我如果沒有去找一個參考的物品 參考的照片來看著畫 我會很單純畫出來的東西 會不會結構不正確或是光影不正確等等 反而沒有辦法很放開手這樣隨意的去畫畫 那在我意識到這個問題之後呢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還蠻低落 因為我覺得這個我從小就很喜歡的興趣 怎麼好像快要變成不是我的興趣了 就是我好像已經忘記怎麼畫畫那感覺 不過後來我大概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吧 就是畫圖的時候會盡量去畫一些很可愛的 或是變形很嚴重的那種 不用去考量到寫實程度 或是真實性的這種可愛插圖 然後才慢慢去找回不用看照片 不用看東西就可以自由畫畫的那種手感 那在經歷過這件事情之後呢 這幾年我在教畫畫的時候啊 也把不用看著東西就可以畫畫 當成是我教學的一個核心的理念 就是我希望大家在上完課或是跟著我的教學書 步驟練習完之後呢 是真的可以把你畫過的這個東西 記在你的腦海裡面 而不是只是跟著去描線 跟著用什麼色號去填色這樣子畫出一個 看起來很厲害的圖 但實際上什麼都沒有學到 那如果說畫圖的時候真的畫到一個 你沒有畫過你不知道那個東西 確切長什麼樣子的時候呢 一樣是可以去找照片 或是找一個實際的物品來看著畫 那我這邊會比較推薦大家練習的方式 不是說你畫了一張圖 然後這裡要畫盆栽 我就去找一個剛剛好我要的那個角度 我要那個造型的盆栽 然後直接看著把它畫到你的圖上面 我會比較推薦大家練習的方式是 先可能就隨便Google你要的盆栽類型 你要找一些類似的盆栽的圖片 就直接用速寫的方式把它畫下來 那在練速寫的過程中呢 不單純是把你看到的東西畫出來 而是你要去了解一下這個物品的構造 比方說它的金葉是怎麼生長的 它的葉子是什麼形狀 或是它的顏色以及表面是什麼樣的質感 是塑造的或是光滑等等 透過畫圖的這個過程呢 去把這些資訊記在你的腦海當中 那在你正式要畫圖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在你的腦袋中 就是自由的去變換那個盆栽的角度 或是你可以幫它改一下葉子的數量 稍微修改一下它的結構 因為你已經把盆栽它實際的結構記下來了 所以你要它怎麼長它就可以怎麼長 這樣子我覺得在畫圖的時候 是可以更加自由 而且可以跟你原本的背景 或是旁邊的其他物品去做搭配 不會被你找的那個參考圖片給限制住 下一個是許多人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風格 要怎麼去找到自己的風格 沒有自己的風格怎麼辦呢 因為現在IG一打開 你就可以去看到很多插畫家的帳號嘛 有很多這些厲害的世界各地的插畫家 在分享自己的作品 那許多剛開始學畫畫的人呢 就會以為畫圖就是要像這些插畫家一樣 有自己的一套有辨識度的有特色的風格 才有辦法去累積粉絲 或是才有辦法去接到一些委託或是案子 但我認為呢風格應該不是用照的 而是你在經過大量的長久練習之後 它會自動產生 因為我們在畫圖的過程中 會慢慢去了解自己 就是知道自己喜歡畫什麼樣的主題 或是喜歡什麼樣的風格 喜歡什麼樣的配色 甚至會有一套自己常用的筆刷 或是自己一套慣用的畫圖流程 那這樣畫出來的圖 基本上風格就不會差太多 有點像是我們在學穿搭的時候 在了解自己的身材 膚色 個性等等之後 就會有一套自己常穿的衣服的風格 雖然你有時候可能會做一些改變 做一些新的嘗試 但是基本上還是維持那個樣子 就算有改變的話 也是慢慢慢慢的去做一些改變 所以如果你仔細去看一些大師級的插畫家 去找他們10年20年前的作品 也會發現他們的風格 也是一直在改變的 不會有人是永遠都維持在同一種風格 那如何才能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或是討厭什麼呢 就是要去大量的吸收各種畫圖的方法 看到有人做教學就去看一下 然後看到各種不同的風格 就去跟著畫畫看 嘗試看看 就會越來越了解自己 那用電繪來畫圖呢 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用裡面調整的功能 或是圖層屬性這樣子的功能 去慢慢的搭配 然後去搭出一個自己 原本腦海中不存在的畫面 那你就可以去開發更多不同 配色的方式 或是開發更多不同上光影的方式 以及畫圖的步驟 這邊就分享一個 我自己很喜歡用的功能 叫做T度映射 有時候畫完一張圖的底色啊 就是在上完固有色之後 可能會覺得畫出來的顏色 不夠夢幻 或是那個童話感不夠 不夠插畫就對了 就是太無聊太真實了 那我就會用T度映射這個功能 去重新做配色 甚至可以在配完色之後 再搭配圖層屬性 不同的圖層屬性 去試試看它的效果 然後去做出仿佛一個照片濾鏡一般的這種效果 畫出來之後就可以把這個感覺記起來 下次再畫圖的時候呢 就可以嘗試在上底色的時候 直接畫出這樣的感覺 或是也可以再繼續使用這些調整功能 去變出更多不同的氛圍出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沒有靈感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呢也是我很常被問到 就是你靈感都從哪裡來啊 然後我也每次都回答 靈感就是從生活中去尋找啊 那我也認為呢畫圖如果要畫得好 最重要的其實不是技巧 但如果你技巧好的話 可以畫出比較好看的圖嘛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耐心 就是如果你有很充足的耐心 其實你的技巧還沒有練到位 你還是可以慢慢的花時間去把一張圖 就是慢慢的修改然後慢慢的調整 把它變成一張很好看的作品 那耐心要從哪裡來呢 除了天生的基因之外 我覺得就是要去找到自己喜歡畫的主題 或是去找到一些自己有感覺的畫面 那你就會比較有耐心去把你喜歡的東西畫出來 例如說像我自己就還蠻喜歡那種傍晚時分 可能就是天色變得有點GG滋滋滋這個顏色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迷幻很好看很漂亮 想要把它畫下來 那我在畫圖的時候啊 也會花更多的心思去思考 要怎麼畫才能讓這個氛圍更加的凸顯 更加有那種 我想要讓人家也體驗到我看到的畫面的那種感覺 那這樣就會比較有動力去再找更多的資料 或是做一些練習去畫出更棒更厲害的作品 那除此之外呢 平常在生活的時候啊 也可以用拍照的方式 或是就是哪個速寫本快速畫下 你覺得很好看的一些畫面 或是一些物品 那當你正式要創作的時候 就可以從這個靈感相簿 或是靈感筆記本裡面去找一些元素出來的話 那如果你平常就是一個沒有在留意周遭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在關係周遭事物的人啊 可能就會比較容易有靈感匱乏的這個情況 那不一定是畫圖的問題 而是你比較不習慣去仔細觀察生活周遭的東西 以上就是我自己畫圖經驗的分享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點特別實用呢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哦 那如果你也是正在開始練習畫畫 或是在畫圖的過程中有遇到了一些瓶頸想要解決的話 非常推薦大家去買這本 就是剛才我講到的這些實用技巧 都有收入在這本教學書當中 這本書呢畫的算是一些比較完整的場景 就是我會著重在有完整構圖 然後有故事性 有光影 有氛圍感的這種比較複雜一點的插畫 但其實也不用擔心自己如果技巧還不夠好的話 會不會畫不出來 因為我裡面的步驟呢都有做很詳細的拆解 一天就算只有畫一到兩個步驟這樣也很好 就是只要有空就拿出來畫一下畫一下 這樣經過長久的練習慢慢累積之後 有一天你就會發現自己畫圖進步了 或是以前覺得很困難的東西突然就解決了 再也不困難了 除了這本新出的書之外呢 我之前有出過別本教學書 以及有開過線商課程 大家可以參考這一頁的資訊 去挑選適合自己的書或是課程 在影片的資訊欄也都有放上購買連結哦 你還有什麼覺得很實用的畫圖方法 想要分享給大家嗎 或是有什麼自己還沒辦法克服的困難 也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